官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说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将再度访华 我觉得他搞不好要碰钉子 根据外交部昨天发布的消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在五一节之前访问中国 这是他任内第二次来华 这次访问之前的气氛的韵量并不是很好 中美双方都没什么好脸色 来访的不怀好意 接待的是严正一代 气氛可以说是剑拔鲁张 外媒普遍猜测布林肯这次访问的重点 应当是乌克兰问题 美国将施加更大的压力 要求中国切断与俄罗斯的贸易联系 《华盛顿邮报》甚至披露 美国政府正在起草法案 准备把一些中资银行 从国际金融交易体系当中剔除 让布林肯带上这么一份制裁法案 到中国来做最后通牒 新加坡联合早报也评论说 中国与西方之间对乌克兰战争问题 已经接近到摊牌时刻了 另外有非正式渠道的消息 认为布林肯这次带来的最后通牒 不仅仅包括制裁中资银行 还包括切断中国与伊朗的石油交易 要削弱中国的光伏 新能源汽车产能 还要控制半导体技术 不能超过美国 等等吧 而且美国不会为此提供任何交换条件 布林肯本人的言论也验证了这个消息的真伪 在西方七国外长会议期间 布林肯扬言中国不能一边和西方保持关系 一边又和俄罗斯做声音 4月22号 布林肯公开表示 美国依然关注新疆问题 指责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搞种族灭绝 在即将访华之前 发出这么不友好的声音 显然是不准备来好好说话的 很多人会觉得 拜登政府是不是疯了 对一个核大国 对一个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 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一个在军事上 两次让美国吃大亏的国家 美国是如此的不当回事 根本谈不到尊重二字 那与其下达这样的最后通牒 为什么不直接向中国先战呢 我认为拜登本人未必神经失常 但是美国整个统治集团 恐怕是接近疯狂的边缘了 眼下美国要面临三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分别是乌克兰战争 巴以冲突扩大化和中美战略竞争 乌克兰问题上 美国刚刚通过了新的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 一些人开始狂欢 说乌克兰即将发动反攻 俄罗斯即将崩溃 似乎美国的援助 是包打天下的救命道场 但是美国的援助 真正能到达乌克兰手里的有多少 什么时间能到位 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是数量非常有限 斯林斯基政府靠这点钱 是坚持不了几天的 乌军靠这点军备 也是扭转不了战场上的被动局面的 而盟友们已经开始离行离德了 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 对乌克兰的援助都是雷声大雨点响 俄罗斯仍然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 在巴以冲突问题上 伊朗和以色列刚刚进行了一轮很克制的交手 战争也没有扩大 美国甚至还主动的表扬着伊朗 但这意味着一个让美国很难堪的问题 局面会不会恶化 战争会不会扩大 主动权却在伊朗手里 而不是在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的手里 况且伊朗并不是不想扩大对以色列的打击 而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 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 这也是美国无法掌控的棘手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 美国人认为对俄问题 对伊朗问题都与中国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大量的购买这两个国家的石油天然气 让他们有了充足的资金来实现政治和军事目的 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 维持了他们正常的社会运转和工业生产 支撑了他们的战争能力 而中国在绿色能源电动汽车产业上的大发展 赚了美国现在就想赚的钱 中国对高端芯片的追求将能够赚到美国未来想赚的钱 那中国不但有越来越多的资源做自己想做的事和中国做生意的国家 也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资源 而美国掌控的战略资源就会越来越少 三条战线似乎是同时失控 这如何不让美国统治集团陷入疯狂呢 他们早已经达成了共识 只有把中国的发展势头打掉 才能挽救美国的未来 在布林肯访法之前 美国财长耶伦已经来威胁过中国一次了 碰了一个软钉子才回去 布林肯是打算用美国式的强硬再来威胁中国一次吗 那我们就可以断言 美国人如果不好好说话 结果将是灰头土脸 颜面尽失 新中国从建立到现在 多次面临着严重的国家安强危机 美国人在拥有军事优势和经济优势的情况下 是从来不会派国务卿过来下战书的 他们会自行通过一个法案 宣布一下就实施了 既然要派财长和国务卿先后前来中国 说明拜登政府大概是守了一下自己手里的牌 并没有多少可以摊出来打的 如今美国甚至连盟友牌都不好打了 德国的总理索尔斯刚刚结束了访华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将紧随其后 澳大利亚已经被阿库斯潜艇计划坑了上千亿美元 美国想凭空打造制裁中资银行这样的牌 试图对中国搞空手套白狼 其心可诛 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来看 中方早就失破了美国的虚张声势 如果能够把中国踢除国际银行体系 那特朗普时代就下手了 何比拖拖拉拉拖到2024年呢 道不同不相与谋 布林肯恐怕要白跑一趟 好 这句话题就评论到这里